在全心全意的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觉得其实你的创作量 我不知道以一个作家来讲 这样算不算多 但是至少从你出书的速度来看 我觉得并不是很少的 目前为止从出道到现在 六年的时间 你已经至少终于本会 已经看到了五本的小说 但你的小说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共同点 就是你的五本小说 基本上如果我硬要把它 做一个串联的话 其实我是可以串联起来的 举例来说 你会有一些巧思在里头 你短篇集结的北极星洒落之夜 当然因为它是短篇集结 它绕着这个新宿二丁目的 北极星酒吧 所以人物的进场 出场 还有这些人物之间的相关 这个连结在一本书里面 我觉得不奇怪 可是你的书有时候会去连结到 另外一本书 对 我同事很厉害的是 他们居然发现了 原来你在《彼岸花之岛》里面的 女语教材 它竟然是可以跟 应该是倒数五秒月牙吧 对 里面的日语教育 的教材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有吗 是吗 对 虽然没有写在后继 但是我们连连看 我们猜对了 对啊 我们会这样子的连结你的小说之间的 人物好了 我们先来讲人物的部分 对 我觉得这某种屏幕上是一种彩蛋 就是 对 当然我也是有游戏心态这样子 就是一种彩蛋这样子 对 《彼岸花生涯之岛》里面 就有一段女语的教材 是引用自倒数五秒月牙的文章 当然有一些不一样 有一些修改 Bingo 我们同事对了 我那时候还觉得说 我认为他在牵强附会 结果原来是他猜对了 他看得比我还要自信 对 那像《北极英扫落之夜》 你原本在构思这所有的短片之间 你就是故意要让他们彼此有一些关联的吗 对 这是当然的 对 本来就是这样子一个结构的小说 对 那甚至说 其实《北极英扫落之夜》里面的一些人物 他在我后来的小说还会出现 对 对 我有一次跟日本的一个文学评论家 就是聊天 他说 李前锋你的作品里面好多星空这样子 对 我也觉得好多月亮 我觉得仰望星空 或者是去思考宇宙之大 可以让我们注意到自己有多渺小 对 那就能够用一种比较宏大的视野 去观看我们整个人生 去观看我们的整个世界这样子 我的李晴峰的这个峰字 是从王国伟的词来的 他的词是这样写的 就是 世上高峰窥皓月 这个峰 世上高峰窥皓月 偶开天眼去红尘 可怜身世眼中人 那我自己的解释 就是说 这跟小说创作我觉得还蛮像的 就好像 你写小说或写文学作品 就好像是你攀到一个很高的山峰 然后试着去要看那个月亮 然后你在那个很高的地方 突然打开天眼 看到城市间的种种万物 人这个 袭来扬往 人这个人们来来去去 这样子 但是你又回头一想 自己不也是那其中的一个人吗 就是可怜身世眼中人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还蛮重要的事业 是 对 那我觉得我之所以会 运用到比较多的宇宙的元素 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有道理 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受教 那还有就是 因为晴峰既然刚刚提到了 你的笔名当中 这个峰字的出处 那其实李也是有一个出处的 就是我们的三大诗人三里 所以你才会取这样的一个笔名 诗词带给你什么样的养分呢 觉得诗子很美 真的很美 对 我自己也是念中文系出生的 所以就也学过怎么作诗 作词这样子 所以在小说里面 穿插这样的元素 对我来讲 在某部分是还蛮自然的事情 对 没有啦 也要有一定的才能 才能自然的流泻 所以 它能够帮助我们传达一种 很简洁的传达一种 万古不变的感情 情感 就好像我们在读 一千年前 两千年前的人写的 那种古典诗 虽然时代制度 社会氛围 思想 价值观 什么都全部都不一样了 但是有些情感 我们还是能够 获得一些共鸣 我觉得这就是 古典它的厉害之处 请看李勤峰的名人书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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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